杨过来到襄阳城 郭靖很是高兴 拉着杨过同踏而眠 到了夜半 杨过正想拔出匕首 杀了郭靖以报复仇 忽然听见窗外有人轻轻的谈了三下 他急忙闭上眼睛不动 郭靖当即惊醒 他坐起身来 啊 是荣儿吗 可有紧急军情 窗外却再没声音了 郭靖见杨过睡得鼻息均匀 心想他好容易睡着了 别再惊醒了他 于是轻轻下了床 推开房门出去了 见黄荣正站在天井中招手 郭靖走进身去 低声问道 什么事 黄荣没回答 拉着他的手走到了后院 四下里瞧了瞧才说 刚才你和孤儿的对答 我在窗外都听见了 他不怀好意 你知道吗 郭靖吃了一惊 什么不怀好意 我听他言语之中 早在疑心是咱们俩害死了他爹爹 哦 他或许有疑心 但是我已经答应他将他父亲逝世的情形 详细地说给他知道 你当真要毫不隐瞒地说给他听 杨康兄弟死得这么惨 我心中一直自责 杨康兄弟虽然误入歧途 但是我们也没有好好劝他 想法子挽救 黄荣哼了一声 这样的人有什么好救的 我只恨杀他不早 否则 你那几位师父 又何至命丧桃花岛上 郭靖想到这桩恨事 不禁长长地叹了口气 朱大哥叫福尔来跟我说 这次孤儿来到襄阳 神气之中 很是透着点古怪 又说你和他同探而眠 我担心有什么意外 就一直守在你窗下 我瞧 还是别跟他睡在一起好 须知人心难测呀 而他父亲 又总是一掌拍在我肩头 这才中毒而死 可是 那也不能说是你害死他的呀 既然你我君有杀他之心 结果他也因我而死 那么是否咱们亲自下手 也没多大分别呀 郭靖沉吟了半赏 你说的对 那么我还是不跟他明说为事 荣儿 你累了半夜了 快回方休息吧 过了今晚 明天我就搬到军营中去睡 郭靖见爱妻 智记胜过自己百倍 虽然不信杨过对自己怀有恶意 可是黄荣既如此说 他便也得听话 于是他伸手扶着他的腰 慢慢地走进了内堂 过尔奋力夺回武林盟主之位 对国家大事上是非分明 而且又两次救你和福尔 全不顾自身的安危 这等侠义心肠 他父亲如何能比呢 黄荣也点点头 这样的少年本来是十分难得 可是他心中有两个死结 一是他父亲的死因 还有就是跟他师父的私情 哎 我好容易才说得龙姑娘离他而去 可是过尔还是神通广大 不知怎么着又找到了他 瞧他师徒俩的神情 此后是万万拆分不开的了 郭静默然了半赏 龙儿 你比过尔更加神通广大 应该怎生想个法子 好歹要救他 不至于误入歧途 黄荣叹了口气 别说过尔的事我没法子 就连咱们大小姐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静哥哥 我心中只有你一个 你心中也只有我一个 可是咱们的姑娘 却不像他的爹娘 心中同时有两个少年郎君 对五家哥儿俩 竟是不分左右 这叫做父母的可多为难 郭静送黄荣入房 等他上床睡好 替他盖好了被子 坐在了床边 握住了黄荣的手 是脸露微笑 这一段时间以来 二人都是为军国之事劳碌 夫妻之间 难得能如此安安静静的 相聚片刻 二人相对不语 心中很感的安逝 黄荣握着丈夫的手 把他的手背 轻轻的放在了自己面颊上 静哥哥 咱们这第二个孩子 你给他取个名字吧 郭静笑了 你明知道我不成 又来取消我 你总说自己不成不成 静哥哥 普天下的男子之中 真是没有第二个再胜过你呢 这两句话 说得情义深志 极为啃气 郭静俯下身来 在爱妻的脸上 轻轻一吻 若是男孩 咱们就叫他 郭破鲁 要是女孩 想了一会儿 还是摇摇头 我想不出来 还是你给他取个名字吧 邱楚姬邱长老 给你取个镜子 是让你不忘静康之耻 现在金国刚灭 蒙古的铁蹄又压境而来 这孩子是在襄阳生的 就让他叫做郭湘 好使他日后记得 自己是生于这 兵荒马乱的围城之中的 好啊 但盼这个女孩 将来可别像她姐姐那么讨戏 年纪大了 还是让父母操心 黄荣微微一笑 若是操心得了 那也就罢了 只是 我好生盼望着 是个男孩 好让锅门有后啊 郭静抚摸了一下 黄荣的头发 男孩女孩不都一样 你就快睡吧 别胡思乱想了 然后他给黄荣 拢了拢被子 吹灭了灯烛 转身回到房中 见杨过还睡得香甜 这时已经是过了三更 他又上床睡了 哪知道他们夫妻俩 在后院中这番对答 全都被杨过隐身在平门之外 听了个清楚 郭静黄荣走入内堂之后 杨过仍是站着出神 反来覆去的只是想着黄荣的那几句话 我只恨杀他不早 他父亲一掌拍在我肩头 这才中毒而死 你我均有杀他之心 结果他也是因我而死 杨过心想 我父亲因他二人而死 那是千真万确 再没什么怀疑的了 这黄荣好生奸华 对我依然起了疑心 今晚我若是不下手 只怕是再没有如此的良机了 当下他回到房中静卧 等郭静回来 郭静掀开被子盖好 听杨过微微的发出了憨声 心想这孩子睡得可真香 于是郭静轻轻地躺下来 怕惊醒了他 过了片刻 正要朦胧地睡过去 忽然觉着杨过缓缓地翻了个身 但是他在翻身之际 那憨声仍是没停 郭静一愣 任谁在梦中翻身 必然会停止打憨 这个孩子呼吸异常 难道他练内功时逆了气吗 这个岔子可不小 却全没想到杨过是在假装熟睡 杨过又缓缓翻了个身 见郭静还是没有知觉 于是他继续发出低微的憨声 一边悄悄地走下床来 原来开始的时候 他想在被窝中伸手过去行刺 但觉得距离太近 太危险 倘若郭静临死之际反击一掌 只怕自己也是难逃性命 他便想坐起之后再出刀 可总是忌惮对方武功太强了 于是他决意先下了床 一刀刺中郭静的要害 然后立马破窗跃出去 只怕自己的憨声一停 使郭静在梦中感到有异样 因此是一边下床 一边继续假装打憨 这么一来 郭静更是给他弄糊涂了 心想 这孩子 莫非是得了梦游离魂之症 我若此时出生 他一惊之下气息逆冲丹田 立时会走火入魔 于是郭静一动也不敢动 侧耳静听他的动静 杨过从怀中缓缓地拔出了匕首 右手平胸而握 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床前 他突然举臂运镜 挺刀正要刺出去 郭静说道 郭儿 你做什么噩梦了 杨过这一惊 真是非同小可 他双足一点 反身破窗而出 他去得快 可是郭静追得更快 他人还没落地 只觉得双臂一紧 已经被郭静抓住两手 杨过是顿时万念俱灰 知道自己的武功是远非其敌手 抗拒也是没用 当下他闭上眼睛不说话 郭静抱了杨过 跃回了房中 把他放在床上 搬起他双腿盘坐 将两手垂在丹田之前 这正是悬门练气的姿势 杨过是又恨又怕 不知道他要用什么恶毒的法子来折磨我 突然之间 想起了小龙女 深吸一口气 想要纵声大呼 郭郭我已失手背琴 你赶快逃命 郭静 见他突然急速运气 更是误会了 他是练内功差了气道 心想 当此危急之际 只能缓缓的吞吐 他如此大呼大吸 太危险 于是他出掌 按住了杨过的小腹 杨过的丹田 被郭静运浑厚的内力给按住了 竟然叫不出声 他心中挂念着小龙女的安危 只急的是面红耳赤 急着想挣扎 苦于丹田被按 全身受制 竟然动腾不得 郭静缓缓的说道 公儿 你练功太急 这叫欲速则不达 快别乱动 我来助你顺气归原 杨过一愣 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但觉着一团暖气 从他的手掌 渐渐的传入了自己的丹田 说不出的舒服受用 又听郭静继续说道 你缓缓吐气 让这股暖气 从水分到剑里 经过拒雀 九尾 到玉塘 滑盖 先通了人脉 不必去理会别的经脉 杨过听了这几句话 又觉得他正在以内功 助自己通脉 一转念 便已经猜到了八九分 暗叫了一声 惭愧 原来他只是以为我练功 走火入魔 以致行为狂辈 当下他暗运内息 故意四下冲走 横冲直撞 好像是难以克制的样子 郭静心中担忧 掌心的内力加强 将他四下游走的乱气 收束在一起 杨过索性力求逼真 他此时的内功造诣 已经不浅了 体中的内息 狂走的时候 郭静一时也不容易对付 只花了半个多时辰 才将他逆行的气息 尽数归顺了 这一番冲荡 杨过固然累得是有气无力 郭静也极敢疲困 二人一起打坐 直到天明 才开始复原 郭静微微笑道 郭儿 好了吗 想不到 你的内力已经有如此造诣 险些连我也照护不了啊 杨过知道他为了救助自己 是不惜大号功力 他不禁感动 多谢郭伯伯救护 菊儿 昨晚险些闹成了四肢残废 郭静心想 你昨晚昏乱之中 竟然要提刀杀我 幸好你自己不知 否则岂不是惭愧 他只怕杨过知道这事之后过意不去 于是岔开了话题 啊 你随我到城外走走 瞧一下四城的房屋 是 二人各成了一匹战马 并继出城 过儿 权真派的内功 是天下正宗的内功 进境虽然慢 却绝不会出岔子 各家各派的武功 你都可以奢励 但是内功 还是以专修悬门功夫为意 等敌兵退却之后 我再跟你共同好好的言行 是 哦 郭伯伯 昨晚 我走火之事 你可千万别跟郭伯母说 他知道了之后 一定要笑我 说我学了龙姑姑的旁门左道 以致累得拜拜 辛苦一场 哼 我自然不说 其实龙姑娘的功夫 也并非旁门左道 那是你自己胡思乱想 未得成绿手艺之故 杨过料之此事 只要是给黄荣获悉 便立马会识破真相 听郭靖答应不说 他心中大感安慰 二人纵马在城西 见有一条小溪横出山下 这条溪水虽然小 却是大大的有名 名叫潭溪 啊 哦 拜拜 我听人说过三国的故事 刘皇叔越马过潭溪 原来这溪水便在这个地方 嗯 刘备当年所称之马 名叫底卢 向马者说 此马方主 却哪知 这匹底卢竟然越过溪水 逃脱追兵 救了刘皇叔的性命 说到这儿 不禁想起了杨过的父亲杨康 其实这世人都和这马一样 为善即善 为恶即恶 好人恶人 又哪里有事一定的 分别是在心中一面之差而已 杨过心下一领 邪目望着郭靖的时候 见他神色间 疏有伤感之意 显然不是出言击刺自己 心想 你这话私人不错 可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你们夫妻俩暗中害死我父亲 难道也是善吗 他对郭靖 事事佩服 可是一想到父亲死于他夫妻手下 总是不自禁的胸肩横生恶念 二人策马行了一阵子 到了一座小山之上 纵目远眺 但见那汗水浩浩南流 四郊遍野都是鸡民 脱南带女的涌向襄阳城 郭靖身着鞭子 指着难民的人流 蒙国兵 定是在四乡里加紧屠戮 令我百姓流离失所 实在是可恨 从山上望下去 只见道旁有块石碑 刻着一行大字 唐公布郎杜甫顾礼 杨国说 哦 襄阳城真了不起 原来这位大诗人的故乡 便在这个地方 大城铁不如 小城万丈鱼 连云列战阁 飞鸟不能遇 胡来但自首 起腹 幽西都 奸南奋长己 万古 用 亦 富 杨国听郭靖 吟的是慷慨激昂 跟着言念的 胡来但自首 起腹 幽西都 奸南奋长己 万古 用亦 富 郭伯伯 这几句诗真好 是杜甫做的吗 是啊 前几日 你郭伯母和我谈论 襄阳成熟 想到了杜甫这首诗 他写了出来 拿给我看 我很喜欢这首诗 只是我记性不好 读了几十遍 也只记下了这么几句 你想 中国的文士 人人都会作诗 但是千古 只推杜甫第一 那当然是 因他忧国爱民之故 哦 你说 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 那么文武虽然不同 道理却是一样的 国靖听他体会到了这一节 很是高兴 经书文章 我是一点儿不懂 但想 人生在世 便是做个贩夫走卒 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 那就是真的好汉 真的好景 郭伯伯 那 你说襄阳城守得住吗 国靖 国靖沉吟了两久 手指着西方 郁郁苍苍的丘陵树木 襄阳 古往近来最了不起的人物 自然是诸葛亮 此去以西的二十里龙中 便是他当年耕田隐居的地方 诸葛亮治国安民的策略 我们粗人也懂不了 他曾经说过 直到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至于最后的成功失败 他也看不透了 我和你郭伯伯谈论襄阳城守得住 还是守不住 谈到后来也总是这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这八个字 郭靖带着杨过在襄阳城外的山上 边走边聊着 忽然间远处城门口的难民回头奔跑 而后面的人流还是继续前庸 一时之间 襄阳城外是大哭小叫 乱成了一团 郭靖吃了一惊 怎么守城的兵不开城门 放老百姓进城 他说着 纵马急奔向前 一口气 来到了城下 只见一排守兵 是弯弓搭建 指着难民 郭靖大叫 你们干什么 快开城门 守将见是郭靖 急忙打开了城门 放他和杨过进了城 众百姓惨受蒙古兵屠戮 怎么不让他们进城 守将说道 吕大帅说 难民中混有蒙古间隙 千万不能放进城来 否则为祸不小 郭靖大声喝道 便是有一两个间隙 岂能因此而误了数千百姓的性命 快快开城 郭靖因为守城已久 屡立其功 威望早住 他虽然没有官职 但是他的号令 守将是不敢不从 只好开了城门 同时命人 非报安抚使 吕文德 众百姓是服务老邪幼 拥入城来 堪堪将完 突然见远处 尘头大起 蒙古军自被攻了 宋兵分别散开 隐身在城朵之后 进行守谕 只见城下敌军之前 当先一大群人 是衣衫褂褛 手执着棍棒 没有一件真正的兵器 乱糟糟的也不成行列 齐声叫着 城上不要放进 我们都是大宋百姓 蒙古的精兵铁骑 却躲在百姓之身后 自打城基斯汗以来 蒙古军攻城 经常会驱赶敌国的百姓先行 守兵只要手软罢射 蒙古兵随即跟上 这个方法 既能屠戮敌国的百姓 又可以动摇敌军的军心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残暴毒辣 往往能够收到奇效 国境是久在蒙古军中 自然是深知其法 但是要破解 却也苦无良策 只见蒙古精兵 手执长刀利剑 驱赶宋民上城 众百姓是越行越近 最先的已经开始在爬云梯了 襄阳安抚使吕文德 骑了一匹青马 四乘巡视 眼见情势危急 下令守城要紧 放箭 众兵是剑如雨下 惨叫声中 众百姓纷纷重箭跌倒 其余的百姓回头便走 蒙古兵一刀砍过去一个手机 一枪就刺出一个窟窿 逼着众百姓继续攻城 杨过站在郭靖身旁 见得这般惨壮是气愤难当 只听吕文德叫道 放箭 又是一排雨剑射了下去 郭靖大叫 使不动 莫要错杀了好人 吕文德也叫 如此危机便是好人 也得错杀 不 好人怎能错杀 杨过心中一动 暗想 莫要错杀了好人 好人怎能错杀 郭靖回头大叫 丐帮的兄弟和各位武林朋友 大家随我来 说着 他率先奔下了城头 杨过也跟了下来 郭靖回头对杨过说 你昨晚炼气上身 今日千万不能用力 再城头给我掠阵吧 杨过见蒙古兵屠戮汉人 真是当他们诛狗不如 本想随着郭靖下去大杀一阵子 听了他这话 心中一愣 又不能直说 昨晚其实并没有练功走火 只好回上了城头 郭靖率领的众人 是大开西门 冲了出去 迂回攻向蒙古军的侧翼 在众百姓之后压队的蒙古军 当即也分兵来敌 郭靖所率领的大半 都是丐帮的好手 另有一小半 是各地来头的忠义之士 齐声呐喊 奋勇当先 两军相交 当即有百余名蒙古兵 被砍下马来 眼见着这一队蒙古千人队 已经抵挡不住了 挟刺里又冲过一个千人队 挥动着长刀 冲刺披杀 那蒙古军是百战之师 勇猛彪悍 郭靖所率领的壮士 虽然身有武艺 一时之间也不容易取胜 被逼攻城的众百姓 见蒙古军在专心的厮杀 不再逼宫了 发了一声喊 是四下里逃散 只听着东边的号角声响 马蹄奔腾 两个蒙古千人队是急冲而至 接着西边又来两个千人队持过来 将郭靖等一群人围在了河心 吕文德在城头 看见蒙古兵这等威势 只吓得是心胆剧烈 还哪敢分兵去救 杨过站在城头观战 他心中反复琢磨着 郭靖的那两句话 莫要错杀了好人 好人怎能错杀 眼见着郭靖是身陷重围 他心想 城头本来只要不断地放箭 射死一些百姓 那些蒙古兵便无法攻上 可是郭白白眼下身遭危难 全都是为了不肯错杀好人而起 这些百姓跟他素不相识 绝无渊源 他尚且舍命相救 他何以要害死我爹爹呢 眼望着城下惨烈的厮杀 心中的念头却只是绕着 这个难解的截 在打着转 他和我爹爹一截金兰 交情自然不寻常 但是终于下手害他 难道我爹爹 真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吗 杨过自小便想象自己的父亲是人侠慷慨 英俊勇武乃是天下一等一的好男儿 突然要他承认自己的父亲是个坏人 那实在是万万不能 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 却早已隐约的觉得父亲远远 集不上这锅拜拜 只是以前每当想到这的时候 他立即强压制住自己 此刻却不由的 他不想此劫 这时城下是喊声动天地 国境一干人是左冲右突 始终也杀不出那重围 朱子柳率领着一队人马 武士兄弟和郭福 另行率领着一队人马 想要出城接应 只听到号角嘟嘟嘟急声响起 蒙古军中又有四个千人队 冲到了城门前 忽必烈用兵果然是非同寻常 只等着城中开门接应 四个精兵队便一拥而上 吕文德瞧得是心惊肉跳 大声传令 不许开城 然后他又命两百个刀斧手 严守在城门之旁 又胆敢开城门者立斩 大将王坚 是领功奴手在城头不住的放箭 城内城外乱成了一团 杨过心中也是诸般念头交互的相战 一时盼望郭靖就此陷没在那乱军之中 一时又盼望他能够杀退敌军 突然见到蒙古军的阵势乱了 数千的骑兵像潮水一般向两旁溃退 郭靖手持着长矛 纵马迟出 身后的壮汉也结成了方阵冲杀向前 这个方阵很是严整 片刻之间已经冲到了城门口 郭靖回转码头金字殿后 长矛起出 接连七八名蒙古兵将被挑下马来 蒙古兵将一时不再敢逼近 吕文德对郭靖倚弱长城 见郭靖脱险 他心中大喜 开城 开城 只可小开 千万不可大开 重壮士陆续奔进了城来 蒙古军中黄旗昭动 两队军马自左右冲到 吕文德在城头大叫 郭靖兄弟快快进城 咱们等不得旁人了 郭靖眼见着部署 还没有全数脱险 他拿肯先行入城 反而是回马向前 刺杀了两名冲得最前面的蒙古勇士 但是大军激动 犹如潮水一般 郭靖虽然武艺精深 可一人之力 又怎能抵挡得了大军的冲击 朱子柳在城头眼见情势危机 急忙垂下一根场锁 郭兄弟抓住了 郭靖一回头 见到最后一名丐帮的兄弟 已经入了城 却又有十余名蒙古兵 跟着也冲进了城 城门旁的刀斧手是一面抵御 一边用力关门 两尺后的铁门缓缓地合拢了 郭靖大喝一声 挺起长矛 刺死了一名蒙古的石副长 纵身而起 拉住了场所 朱子柳是奋力拉扯 郭靖顿时向上升了胀雪 蒙古军督战的万副长 大声喝道 放箭 差时之间是尖弩齐发 郭靖上月之际 已经防到此招了 他随手扯下了长袍的下筋 右手拉动场所 左手将袍子在身前 捂得像是一块大盾牌 是尽力灌袍 把那些羽剑尽数挡开了 只是他所骑乘的那匹马 却在城门前连中了数百支长剑 像是刺猬一样倒下了 朱子柳是双手交替 将郭靖越拉越高 眼见着他的身子 离那城头还有两丈左右 蒙古军中突然转出了一个高瘦的和尚 身披着黄色的袈裟 正是金轮法王 他从一名蒙古军官手中 接过了铁弓长剑 拉满了弓弦 搭上狼牙凋零剑 心知 这郭靖和朱子柳的武艺深战 倘若射向人身 定然会被挡开 当下他右手一松 那只剑嗖的一声 向那根长锁终结射了过去 这一招很是毒辣 那羽剑离郭靖和朱子柳二人 均有一仗上下 二人无法抵挡 金轮法王害怕二人突出奇法破解 一剑即出 又分别向朱子柳和郭靖各射了一剑 第一剑 啪 一声 把那根长锁射断成两截 第二剑 第三剑 世甲进封 向朱郭二人射到 长锁继续 郭靖不由身子一沉 那第二只剑 当然是射他不着 可朱子柳觉得手上异性不好 这会儿 羽剑已经射到面门 这一剑是极尽异常 发射的人 显然是内力极为深厚 此刻城头上 站满了人呢 朱子柳心枝要是低头闪避 这只剑一定会伤了身后之人 当下的左手伸出二指 看准那常见的来势 在剑杆上一拨 那只剑斜斜的向城下落去 郭靖一决的那绳索断了 暗暗的吃惊 跌下城虽然不至于受伤 可是在这千军万马的包围之中 还如何能够杀得出去呢 此时敌军已逼进了城门 我军若是开城接应 敌军定然会趁机抢门 危机之中 也来不及细想 左脚在城墙上一点 身子陡然拔高了杖鱼 右脚也跟着在城墙上一点 又再升高了杖鱼 这一路上天梯的高深武功 当事会的人极少极少 即便是有人练成了 这每一步也只上的两三尺而已 而像郭靖这样 在光溜溜的城墙上踏步而上 一跃便是上升了杖鱼 武功之高的确是惊世骇俗 差时之间城下城上寂静无声 数万道目光 进阶注视在郭靖的身上 金轮法王暗暗的害意 他知道这上天梯 功夫全凭在提着一口气窜上 只要中间略有打岔 令他一口气松了 第三步便不能够再窜上去 当下他又弯弓搭剑 又是一剑向郭靖的背心射过去 剑剧如风 城上城下的众军士 骑叫修德放剑 两军见郭靖的武功惊人 个个亲服 此刻都盼着他能够纵上城头 蒙古兵虽然是敌人 却也崇敬英雄好汉 见到有人按剑加害 也无不感到愤慨 郭靖听到背后常见来势伶俐 按叫巴拉 值得回首将那剑搏开 两军数万人 见他背后就像生了眼睛一样 这一剑偷袭竟然伤他不得 是其一生的贺彩 但是就在这震天鹤彩声中 郭靖的身子已经微微向下一沉 离城头虽然只有数尺 却再也窜不上去 当两军激战之际 杨过的心中也像是两军交战一般 眼见着郭靖是深遭危难 他上升下降 再上再落 这两下起伏只在片刻之间 杨过的心中却已经转过了几一次的念头 他是我杀父的仇人 我杀他不杀 救他不救 当郭靖使出了上天梯的功夫 将要跃上城头之际 杨过便想凌空发掌把他击落 郭靖身在半空无所借力 定然会身受重伤 跺下城去 他稍微一迟疑 见郭靖已经被法王发剑阻挠了 无法纵上 杨过的心中是乱成了一团 突然间他左手抓住朱子柳手中半截绳索 扑下城去 右手一伸已经搭住了郭靖的手臂 这一下是骑变陡声 那朱子柳是随即应变快捷异常 当即是双臂使劲 把绳索向下微微一沉 随即又向头顶甩过 杨过和郭靖二人在半空中划了个圆圈 就如两只大鸟般飞在了半空 城上城下数万的兵将 无不看的张开了大嘴合不拢 郭靖身在半空心想 连受这个藩僧的袭击未能还手 岂非是输给他了 眼见着金轮法王又是一箭射过来 郭靖从半空中落下 刚一踏上城头 立即从一名将官手中抢过了弓箭 是远臂身躯 长箭飞出 对准金轮法王射来那只箭射过去 两箭在空中相交 把法王射过来的那只箭 批为了两截 法王刚刚一呆 突然进风急进 嘖 一声响 他手中的铁弓已经折断了 要知道这法王跟郭靖的武功 虽然是在伯仲之间 可是郭靖自小在蒙古中 受到神剑手折别的传授 再加上他精湛的内功 弓箭的技法天下无双 法王惊得是瞠目结舌 郭靖是连珠三箭 第一箭批那只射过来的箭 第二箭断弓 第三箭却对准了忽必烈的大旗射了过去 忽必烈身后的大旗是迎风招展 在千军万马之中显得十分威武 突然间一箭射过来 其所断绝 忽必烈的黄旗立马从那旗杆上滑了下来 乘上乘下两军又是其一声呐喊 忽必烈见郭靖竟然如此威武 而己方的军队士气已然受阻 他当即传令退军 郭靖站在城头 见蒙古军军行整肃 后退之时 井然有序 先行者不造 殿后者不惧 他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唉 心想 蒙古的精兵 实非我鸡弱之宋军可敌呀 想起了国事 不由的是忧从中来 那两道浓浓的眉毛 也是紧紧的促在了一起 朱子柳杨过 见郭靖扬威于敌阵之中 耀武于万众之前 竟然是没有半点的交涩 心中无不深深的佩服 胡必烈虽然暂时领军退去 但是这襄阳城 仅凭孤城一座 能够挡得住 这数万的蒙古精兵铁骑吗 而且杨过身在城中 会不会继续刺杀着郭靖呢 他还想刺杀郭靖 如果刺杀不成 也就换不回 那剩下仅存的半枚绝星丹 救不了自己身中的情花之毒 他还能够有命在吗 咱们下回书 再接着说 胡必烈退军数十里 途中莫想破城之策 心想有郭靖在那边 这襄阳城果然是难以攻克 金伦法王说道 殿下亲眼所见 若非杨过那小子出手救援 这郭靖 今日定然是性命不保 老那早就知道杨过 是个反复无常之徒 胡必烈摇了摇头 不然 料乃杨过 一定是要手刃郭靖 为父报仇 不愿意假手于人 我瞧他为人飞扬勇绝 并非深沉险诈之小人 法王不以为人 但他又不敢反驳 只说道 但愿如殿下所料 蒙古退兵 襄阳城转危为安 安福使吕文德是兴高采烈 又在元帅府大张宴席庆功 这一次杨过也被请为席中上宾 众人对他飞身相救郭靖之时 出手训捷奋不顾身 吾不是交口称赞 武士兄弟坐在令席旁坐 见杨过一到便立时建了宫 不免心生度议 只怕经过此一役 郭靖感谢他相救之德 更要将女儿许配于他了 这兄弟俩是一言不发 只是喝着闷酒 宴席过后 一行人回到了郭靖府中 黄荣请杨过到内堂相见 是温言嘉许 郭靖说道 郭儿 刚才你使力强猛 胸口可痛吗 他担心呢 杨过昨晚练功走火 今日城头使力狠了 只恐伤了内脏 杨过怕黄荣追问情有 瞧出破绽来 连忙说 没事 随即把话题岔开 郭伯伯 你这飞越上乘的功夫 那可真是独步武林了 这功夫 我已经割下很久了 数年没练 不免生疏 这才出了乱子 其实啊 要不是他昨天晚上 用真力助杨过一手丹田 以致大号元气 那么当他使上天梯功夫之际 即使是由法王射箭阻挠 也难为不了他 但是他对这一截儿却不提 只是说 当年丹阳子马道长 在蒙古传我这功夫的时候 竟想不到用于了金玉 你若是喜欢 这功夫啊 我过几天便传给你 黄荣见阳过神情恍惚 说话之际是美美若有所思 他今日奋力相救郭靖 乃是万目共睹 自然是无可怀疑 可终究还是放心不下 便说 靖哥哥 今晚我不太舒服 你在这照看一下 郭靖点头答应 对杨过说 郭儿 你今日累了 早先回去休息吧 杨过辞别了二人 独自回到房中 耳中只听到京楼之上 古交二经 他坐在桌前 望着忽明忽暗的烛火 心中是杂念丛生 忽然听到门上轻轻的两声响 一个女子的声音在门外说道 没睡吗 正是小龙女的声音 杨过大喜 一跃而起打开了房门 只见小龙女穿着淡绿色的衫子 翘生生的站在门外 姑姑 有什么事吗 我想过来瞧瞧你 杨过握住她的手 我也正想你呢 两个人肩并肩 慢慢走向了花园 园中花木繁茂 幽香扑鼻 小龙女望了望天上的半边月亮 你非得亲手杀她不可吗 时日无多了 杨过忙在她耳边低声说 此间耳目众多 别提此事 小龙女痴痴地望着她 等到月亮远了 那便是十八日之期的尽头了 杨过是绝人而经 屈指一算 和求千尺相别 已经有九日 若是不在一两天之内 杀了郭靖夫妇 那么毒发之前 就不能赶回绝心谷了 她悠悠地叹了口气 和小龙女并坐在一块太湖石上 两人相对无语 柔情渐浓 灵溪互通 已经浑然忘了 仇杀战阵之事 过了好一阵子 忽然听到甲山外边 传来了脚步声 有两个人 在隔着花丛走近 一个少女的声音说 你再逼我 干脆拿剑在我脖子上一抹 也就是了 免得我零碎受苦 一个男人的声音 气愤愤愤地说 哼 你三心二意 我就不知道吗 那个姓杨的小子 一到襄阳 便在人前大大露脸 你从前说的话 哪里还放在心上 听那声音 正是郭福和武修文 小龙女向杨过 扮了个鬼脸 意思 你到处惹下情思 害得不少姑娘 为你烦恼 杨过一笑 把小龙女拉近自己 微微摇摇手 叫她别出声 且听听 他们二人说什么 郭福一听武修文 那几句话 顿时大为恼怒 声音提高了 气势如此 咱们从前说过的话 就算白说 我一个人走得远远的 永远不见杨过 咱们也就别见面了 只听衣衫扑哧一响 响声的武修文 拉住了郭福的衣袖 而郭福用力一甩 话中的怒意更增 你拉拉扯扯的干什么 人家露不露脸 干我什么事 我爹娘便是将我终身 许配于她 我宁可死了也绝不从 爹爹若是破我紧 我就逃得远远的 杨过这个小子 从小就飞扬跋扈 自以为了不起 哼 我偏就没将她瞧在眼里 爹爹当她是宝贝 我看她就不是好人 武修文连忙说 是啊是啊 先前就算我下疑心 福妹 你千万别生气 以后我再这样 就叫我不得好死 来生变个乌龟大王八蛋 语音之中是喜气洋洋 郭福扑刺一笑 杨过和小龙女 也是相视一笑 一个意思说 你瞧 人家将我损得这样 另一个意思说 原来啊 我先前想错了 我心中喜欢你 可旁人却是情有别中 听郭福的语意 对武修文 虽然是一时的贺责 却是使小孩性 把武修文弄得 俯手贴耳 颠三道四 可是心中 对他却是大有柔情 武修文说的 师母是最疼你的 你日也求夜也求 缠着他不放 只要师母答应你 不嫁那姓杨的 师父绝没有话说 哼 你知道什么 爹虽然肯听妈的话 可遇上了大事 妈是从来不为妞爹爹的 唉 你对我也是这般 那就好了 只听啪的一声响 武修文啊一声叫痛 哎 你怎么又动手打人 谁叫你说话占我便宜 我不嫁给杨过 可也不能嫁了你这个小猴 好啊 你今晚终于吐露心事了 你不肯做我媳妇 却肯做我嫂子吗 我跟你说 哎 我跟你说 他气急败坏 下边的话说不出来了 郭福忽然语转温柔 小五哥哥 你对我好 已经说过一千遍一万遍了 我自然知道你是真心的 可是你哥哥 虽然一遍也不说 我也知道 他对我一片痴情 不管我许了谁 你们哥俩总是有一个要伤心的 你体贴我 爱惜我 可你不知道 我心中有多为难吗 武敦如和武修文 这哥俩自小就没爹娘照顾 兄弟俩也是向来有爱甚毒 可是近年来 两个人都痴恋着郭福 不由的互相有了心病 武修文心中一急 竟掉下泪了 郭福取出了手帕 扔给他 哎 小五哥哥 咱们自小一块长大 我敬重你哥哥 可是跟你说话却更投缘些 对你们哥俩 我实在没有半点偏心 你今日定要逼我清清楚楚说一句 倘若 你是我 该怎么办呢 武修文说 我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跟你说 若是你嫁了别人 我便不能活了 好了好了 今晚别再说了 爹爹今日跟敌人性命相搏 可咱们却在园子里 说这些没紧要的话 要是给爹爹听到了 大家都讨个没趣 小五哥哥 我跟你说 你要是讨我爹娘欢心 干什么不多力战功 整日礼缠在我身边 岂不是让我爹娘看清了 武修文跳了起来 哎 对啊 我应该去刺杀那个忽必烈 解了襄阳之围 那时你许不许我 国福奄然一笑 哼 你立了这等大功 我便想不许你 只怕也不能呢 但是 那个忽必烈身旁 有多少卫士啊 单单是一个金轮法王 就连爹爹也未必能够胜得了 你快别胡思乱想了 乖乖的睡去吧 武修文向着郭福俊俏的脸孔 恋恋不舍地看了几眼 好 那 你也早下睡吧 他转身走了几步 忽然又停步回头 福妹 你今晚做梦不做 哼 我怎么知道 若是做梦 你才会梦到什么 哼 我呀 多半会梦到一只小猴 武修文大喜 蹦蹦跳跳地去了 小龙女和杨过 在花丛后边 听到他们二人情话缠绵 不仅是相对微笑 均想 他们二人 一个吃恋苦缠 一个心意不定 比起咱们两个人来 一往情深死而无悔 心中的满足和喜乐 实在是远远不及 武修文走了之后 郭福独自坐在石凳上 望着月亮呆呆的出神 隔了很久 长叹了一声 忽然对面的假山后边 转出一个人来 福妹 你叹什么气 这人 正是武修文的哥哥 武敦如 唉 你总是这么阴阳怪气的 我跟你弟弟说的话 你全都听见了是不是 武敦如点点头 他站在郭福对面 跟他却离得远远的 可眼光当中充满了眷恋之情 两人相对不语 过了好一阵子 郭福说的 你要跟我说什么 哦 没什么 我不说你也知道 说着武敦如 慢慢的转身 缓缓的走开了 郭福望着武敦如的背影 见他在假山之后走远 竟是一次也没回头 心想 不论大武还是小武 这世间倘若只有一个人 岂不是更好吗 他深深的叹了口气 独自回房去了 杨过等他走远 笑着问小龙女 倘若 你若是他 你嫁哪一个 小龙女侧头也想了一阵子 嫁你 我不算 郭姑娘半点也不喜欢我 我是说呀 假如你是他 那么二五兄弟之中 你会嫁哪一个呢 小龙女心里边 拿着二五兄弟相互比较 可比来比去 终于又说道 我还是嫁你 杨过是又好笑又感激 深地把他搂在了怀里 哎 旁人那么三心二意 我姑姑 却只爱我一个人 二人是相威相依 满心快乐的 直坐到了天明 眼见着太阳从东方渐渐升起了 二人仍然是不愿意分开 忽然见一名家丁 匆匆地走过来 向二人请了个安 郭爷请杨大爷快去 说是有要事相伤 杨过见他神情紧急 知道必有要事 当即和小龙女别过 随着那个仆人走向了那趟 那仆人说 哎呀 我到处都走过了 原来杨爷在园子里赏花呀 啊 郭大爷等了我很久吗 那仆人低声说 两位五少爷忽然不知去哪里了 郭大爷和郭夫人都急得很啊 郭姑娘也已经哭了几次了 杨过一愣 已经明白为什么了 五家哥俩为了争取师妹 都想建立齐功 定然是出城 行刺忽必烈去了 他匆匆来到那趟 只见黄蓉穿着宽大的衣衫 坐在一旁 容色憔悴 郭靖则不停地来回走动 郭福是红着双眼 好像马上就要哭出来 桌上放着两顶长剑 郭靖一见的杨过急忙问道 郭儿 你可知道五家兄弟俩到敌营去干什么了吗 杨过向郭福瞧了一眼 两位五兄到敌营去了吗 不错 你们小兄弟之间无话不说 你事先可曾瞧出一些端倪 呀 这个小侄未曾留心 两位五兄也没跟我说过什么 想起来 必定是两位五兄 见着成为难解 心中忧急 想到敌营中 去刺杀蒙古大将 若是得手 倒也是齐功一剑 郭靖叹了口气 指着桌上的两把剑 便算存心不错 可是也未免太过不自量力 兵刃都给人家脚下了 送回来了 这一下倒是颇出杨过的意料之外 他早猜到了五师兄弟此去 必然难以得逞 以他二人的武功智慧 焉能在法王 尹克西和萧香子等人手下 考得了好去 却想不到 只几个时辰的时候 二人的兵刃 已经给人家送回来了 郭靖拿起压在双剑之下的一封信 交给了杨过 和黄荣对望了一眼 二人都摇了摇头 杨过打开书信 只见信上写着 大蒙古国 第一护国法师 金伦法王 书奉襄阳城郭大侠尊前 左霄叶烈 邂逅贤途武士昆种 长言 名门必出高地 成不我欺 老那九木大侠风采 神耻想象 盖有年已 日前大圣官英雄宴上一会 匆匆为及身谈 资特遗书 紧邀大将 军营复兮 杯酒共饮 得灵教义 寻足乐业 尊驾一致 令贤徒 即归报平安 如何 那信中的语气很是千金 似乎 似乎只是请郭靖过去谈谈 但是其意思明显是要以武士兄弟为人质 等郭靖来了之后才能放人 郭靖等他看完了信问道 如何 杨过早已算道 郭伯母智谋胜我十倍 我若是有妙策 他岂能不知 他要我来这儿相商啊 唯一的用意便是要我跟姑姑办郭白白前去敌营 郭白白到了蒙古军营 萧香子 法王等人合力 纵然是能够拜他 但是要杀他 擒他 却也未必能够 有我和姑姑二人相助 他自然能够设法脱身 但他随即想道 若是我跟姑姑突然倒戈的话 一来出其不意 二来强弱之势更加悬殊 那时候伤他 便可易如反掌 就算我不亲手加害 甲手法王等人取他性命 那岂不是大妙 于是杨过微微一笑 郭伯伯 我和我师父陪你同去便是 郭伯母见过我和师父连剑打败过金轮法王 咱们三人同去 敌人未必能够留得下咱们 郭敬大喜 你真是聪明伶俐 除了你郭伯母之外 旁人再也比不上了 你郭伯母之意也正是如此 杨过心想 黄荣啊黄荣 你聪明一世 今日也要在我手下栽个根 那事不宜迟 咱们这就去吧 我跟师父伴做你的童儿 显得你单刀附会的英雄气概 好 他转头向黄荣说道 荣儿 你不用担心 有郭儿和龙姑娘相伴 便是龙坛虎穴 我们三个人也能够平安回来 郭敬一边整着衣衫 一边说 相请龙姑娘 黄荣摇摇头 不 我的意思是 只要过儿一人和你同去 龙姑娘是个花朵般的闺女 咱们可不能让她设险 我要留她在这相陪 杨过一愣 立即会议 这郭伯母果然有仿我之心 他是要留姑姑在此为人质 好叫我不敢有什么异动 我如果定要姑姑一同前往 只会更增加起疑心 当下他没再反驳 心里边却想 跟黄荣斗志处处落于下风 但是郭敬这人成仆老实 绝不是自己的对手 一同去蒙古军中 然后把他对付掉 回头再来相救小龙女不吃 于是他略意收拾 随同郭敬出城 郭敬骑的是汉血宝马 杨过乘过了他那匹黄毛兽马 这两匹马角力均是很快 不到半个时辰 已经抵达蒙古大营 忽必烈王子听报郭敬竟然来到 他又惊又喜急忙叫请进帐篮 郭敬走进大帐 只见一位少年王爷居中而坐 方面大耳两目深陷 他不由得一愣 此人竟跟他的父亲拖雷一模一样 想起了少年的时候和拖雷情深意重 而此时却已是阴阳相隔 他不禁眼眶一红 险些掉下泪了 狐敬烈下座相迎 一一一到地 啊 先王在史 常言及郭叔叔英雄大义 小侄仰慕无异 日来赌得尊严 十位平生之愿 郭敬还了仪 托雷安达和我情欲骨肉 我幼时母子俩脱臂 成吉思汗麾下 吉仗令尊赵福 令尊英年如日方中 不亦忽而谢世 令人四肢身伤 忽必烈见郭敬言辞恳切 动了真情 他心中也不禁伤感 当即与萧香子和尹克西等 一一引见 请郭敬上座 杨过势力在郭敬身后 假装和众人都不认识 法王等都不知道杨过 此番跟郭敬来是何用意 见他不理睬个人 也都不跟他说话 马光左却大声叫道 杨兄 那下面那个弟子还没出口 尹克西在他大腿上 狠狠地掐了一下 哎呀 干什么 尹克西转过头不理 马光左也不知道是谁掐的 他嘴里边唠唠叨叨地骂人 便忘了跟杨过招 郭敬坐下之后 饮了一杯麻奶酒 没有见到武士兄弟 正要动问 胡必烈已经吩咐左右 快请两位武爷 左右卫士应命而出 推进来了武敦如和武修文兄弟俩 两人的手脚都被用牛筋绑得结结实实 两脚之间的牛筋长不欲齿 所以也就迈不开步子 只能慢慢的挨着过来 二五兄弟见到了师父 是满脸羞愧 师父 师父 都低下头 再也不敢抬起来 他们兄弟俩贪功冒进 不告而行 闯出了这样一个大乱子 郭敬本来是十分恼怒 但见他们二人衣衫凌乱 身上有血污 显然是经过一番巨斗之后 才失手被擒 又见兄弟俩给绑得如此狼狈 不禁地由怒转帘 心想他们二人虽然貌似 却也是一片为国为民之心 于是温言说道 武学之事 一生之中必受无数折磨 无数挫败 那也算不了什么 胡逼烈假意责怪左右 我命你们好好款待两位武爷 怎么竟如此无礼 快快松绑 左右是连生成事 伸手去解二人的绑腹 但是那牛筋绑了之后 再以冷水淋湿 是身陷在皮肤之内 一时解不开来 国境走下座去 拉住武敦如胸前的牛筋两端 轻轻地往外一分 一声响 牛筋顿时崩断了 跟着又扯断了武修文身上的绑腹 这一手功夫 看起来是轻描淡写 其实要没有极深厚的内功 却是办不到 肖乡子尼摩星和尹克西等人 都相互望了一眼 军暗自赞他武功了得 胡逼烈忽然道 快去酒来 给两位武爷赔罪 国境心下盘算 今日此行绝不能善罢 一会儿定然会有一番恶斗 二五兄弟要是不早走 不免要分心照顾他们 当下他向众人作了个衣 小徒儿冒昧无状 呈王爷及各位教诲 兄弟这里谢过了 转头向武士兄弟 你们先回去告知师母 说我会见故人之子 略续旧情 烧带即归 师父你 他们兄弟俩昨晚行刺不成 被萧香子所亲 知道敌营中果然是高手如云 不由得担心郭靖的安危 郭靖把手一挥 快些走吧 你们回去禀报吕安府 请他严守成官 不论有何变故 总之不可开诚 以防敌军偷袭 这几句话说的是神威凛然 要叫忽必烈等人知道 即使自己有什么不测 襄阳城绝不能降敌 武士兄弟见师父亲自涉险相救 又是感激又是自毁 当下也不敢多言 拜别了师父自行回城 忽必烈笑道 两位贤徒前来行刺小职 郭叔父亮帝不知 郭靖点点头 我事先确实未及知悉 小而被不知天高地厚 胡闹得紧 是啊 想我与郭叔父相交三事 郭叔父念及故人之情 必不会如此 郭靖正色说道 那却不然 公义当前私交为轻 昔日拖雷安达领军来供襄阳 我曾起意要行刺一兄 以退敌军 恰逢成吉思汗病重 蒙古军退 这才成全了我金兰之意 古人大意灭亲 亲尚可灭 何况朋友 这几句话是侃侃而谈 法王 尹克西等均是相顾变色 阳过胸口一阵 心想 是 四杀一兄一弟 原来是他的拿手好戏 不知道我父亲当年有何失误 以致遭了他的毒手 郭靖啊 郭靖 难道你一生之中就从未做错过事吗 想到这儿 一股怨毒 又在胸中渐渐的升起 忽必烈却是全无怒色 既然如此 郭叔父 何以又说两位贤徒胡闹呢 想他二人学艺未成 不自量力 贸然行刺 岂能成功 他二人失陷不大紧 却叫你多了一层防备之心 后人再来行刺 便是大大的不义了 忽必烈是哈哈大笑 心想 久闻郭靖 忠厚质朴 口齿迟钝 哪知他的词锋 竟是极为锐利 其实郭靖只是心中想什么 嘴里便说什么 只因为心中想的通达 言辞便显得凌厉 法王等 见他孤身一人 赤手空拳 在蒙古千军万马之中 居然毫无惧色 这一股气概便非自己所能 无不感到亲服 忽必烈见郭靖气宇宣昂 不禁喜爱 心想 若是能将此人罗至麾下 生于得了十座襄阳城 哈哈 郭叔父 赵宋无能 君婚民困 兼网当朝 忠良含冤 我这话可不错吧 不错 李宗皇帝乃五道昏君 宰相贾思道 是个大大的奸臣 众人又都是一愣 万料不到 他竟然会直视宋朝君臣 是啊 郭叔父是当世大大的英雄好汉 却又何苦为昏君奸臣卖命呢 郭靖站起身来 郭某纵然不孝 岂能为昏君奸臣所用 只是兴奋 蒙古残暴 禁我疆土 杀我同胞 郭某满腔热血 乃是为我神州百姓而洒 胡逼列伸手在岸上一拍 这话说得好 大家 敬郭叔父一晚 说着举起碗来 将麻奶酒 一饮而尽 随似的众人 暗暗焦急 怕胡逼列顾念先世的交情 又被郭靖的言辞打动 会将他放了 要是再勤他 那可就难了 但见胡逼列举碗 也值得跟着陪饮了一碗 左右卫士 个人在碗中又珍满了酒 胡逼列说道 贵邦 有一位老夫子曾经说过 民为贵 社稷次虚 君为亲 这话 当真是有道理 想天下者 天下人之天下也 唯有德者居之 我大蒙古 朝政清平 百姓 安居乐业 各得其所 我大汗 不忍见南朝子民 陷于疾苦之中 无人能道解其悬 这才调民罚罪 挥军难争 不但劳烦 这番心意 与郭叔父全无二致 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来 咱们再来一碗 说着又举碗引干 法王等举碗到了嘴边 郭靖忽然大羞一挥 进风过去 是苍蓝 哗啦哗啦哗啦 一阵响声 众人的酒碗 是尽数摔在了地下 跌得粉碎 郭靖大声怒吓 住了 你蒙古兵 亲送以来 残民已成 白骨为虚 血流成河 我大宋百姓 家破人亡 不知有多少性命 送在你蒙古兵 刀剑之下 说什么调民罚罪 解民盗选 这一下扶秀 虽然来得极是突然 大出众人意料之外 可是法王等人 均是人人身负决议 竟然也被他打落了酒碗 均敢脸上无光 一起站起身来 只等忽逼烈发作 便立时上前动手 哪知忽逼烈是仰天长笑 郭叔父 英雄无敌 我蒙古兵将提及 真是无不亲养啊 今日得见 果真是名下无虚 小王不才 不敢伤了先父之意 今日指示旧情 不谈国事如何 国进拱拱手 拖雷有子 气度恢弘 蒙古诸王无一能及 他日 必应国家重任 我有良言奉告 不知 能垂听否 愿听叔父教诲 郭靖插手说道 我南朝 地广人多 崇尚气节 俊言之事 所在多有 自古以来 从不屈膝异足 蒙古纵然一时 将界成快 而日后 必定会被 逐回末北 那时 元气大伤 毁之无极 愿王爷 三思 多谢名将 郭靖 听忽必烈这四个字 说得言不由衷 就此别过 后会有期 胡必烈将手一拱 送客 法王等人是相顾恶然 一起望着胡必烈 都想 好容易鱼儿入了网 岂能在纵虎归山 可胡必烈 客客气气的 送郭靖出仗 众人也不便动手 郭靖是大大步走出仗来 心中暗响 这忽必烈 举措不凡 果然是个劲敌 他向杨过使了个眼色 脚步加快 走向了坐骑之旁 突然旁边 抢出了八名蒙古大汉 当先一人说道 你是国精吗 你在襄阳城逃 伤了我不少兄弟 今日 请到我蒙古军营来 耀武扬威 王爷放你走 我们却容不得你 一声吆喝 八名大汉同时拥上 各使蒙古的摔跤手法 十六只手 抓向了郭靖 这摔跤勾打之术 蒙古人原来是天下无双 这八名大汉 更是蒙古军中一等一的好手 胡必烈是特地 把他们埋伏在帐外 擒拿郭靖 但是郭靖自小在蒙古长大 骑射摔跤 自小惊熟 眼见着八人抓到 他双手连伸 右腿勾扫 差时之间 四个人被他摔出了杖鱼 另外四个人被他勾扫在地 郭靖所使的 正是蒙古人正宗的摔跤之术 只是有了上乘的武功为敌 手脚之上 那尽力就大得一呼寻常 那八名大汉如何能敌得住呢 胡必烈王帐之外 驻扎着一个亲兵千人队 一千名官兵是各个精善摔跤啊 见郭靖说法利落 一举便将八名军中好手同时摔倒 那神迹是从所未见 不云而同的齐声喝彩 郭靖向众军一抱拳 除下了帽子 转了个圈 这是蒙古人摔跤获胜之后 向观众答谢的礼节 众官兵更是欢声雷动 那八名大汉爬起身来 望着郭靖呆呆发愣 不知道该纵身在上呢 还是就此把手 郭靖向杨过叫道 走吧 只听的号角是嘟嘟嘟 连声此起彼伏 四下里千人队来往奔驰 原来胡逼列调动军马 已经把郭阳二人团团的围住了 郭靖暗暗吃惊 心想我二人纵有通天的本领 怎么能够逃出这重重的军马围困 想不到胡逼列对付我一人竟然如此兴师动众 他怕杨过胆怯 脸上是神色自如 我二人马快只管急冲 先去夺两面盾牌过来 以防敌军乱箭射马 然后又在杨过耳边低声说道 先向南冲随即回马北上 杨过一愣 襄阳在南边 为何向北呢 随即便议会了 哦 对了 胡逼列军马必然急于南边 以防止他们逃回襄阳 那么北边定然会空虚 先南后北 冲他一个出其不意 措手不及 便可以乘机突围 我当如何阻住他才好呢 杨过心念刚动 忽然见胡逼列王杖之中 窜出了几条人影 几个起落 已经拦住了去路 跟着是呜呜之声大作 一个铜轮和一个铁轮 往两匹坐骑飞到 正是法王出手 阻挡二人脱身 国境见了双轮飞来之势 极为刚猛 也不敢伸手拒接 头一低 双手在两匹坐骑的镜中急按 那两匹马前足跪下 铜铁二轮 刚好在码头上掠过 在空中打了一个回旋 又回到法王手中 就这样微微一耽搁 尼摩星和尹克西 已经奔到了二人身前 法王跟萧香子 跟着也赶了上来 四个人是团团 把他们俩围住 金轮法王和萧香子 均是一流的好手 跟人动手 是绝不肯自作身份 以多为胜 但是国境的武功 实在太强 每个人又都想得呢 蒙古第一勇士的封号 只怕给别人抢了头筹 但见是白刃闪动 黄光耀眼 四个人手中都已经执了兵刃 法王是一手一个铜轮铁轮 尹克西手持一条香珠 茜玉的黄金软鞭 萧香子拿着一条 枯桑棒模样的短棒 尼摩星手中的兵刃最为古怪 是一条铁铸成的灵蛇短边 在他手臂上是盘旋吞吐 就像一条活蛇 郭靖眼看着四个人奔跑的身形 和取兵刃的手法 四个人中 以尹克西较弱 他当即双掌拍出 击向了萧香子面门 萧香子短棒一粒 棒端向他的掌心点过来 郭靖见到短棒之上 白锁缠绕 棒头还拖着一条麻绳 那就像是孝子手中 所持的枯桑棒 心想这个人武功身战 所用的兵刃也是怪模怪样 必有特异之处 他当下右手回转 一招神龙百尾 已经抓住了尹克西的金鞭 尹克西想要回鞭斗鸡 鞭梢却已经被郭靖抓住了 他当即顺着对方一扯之势 和身向郭靖扑过去 同时左手中 已经多了一柄明晃晃的匕首 这一招是以弓为首 乃是十八小擒拿手的绝招 郭靖叫了声 好 双手同时擒拿 右手仍是抓着金鞭不放 左手来夺他的匕首 这时是右手夺他右手兵刃 左手夺他左手兵刃 双手已经成了交叉之势 尹克西满以为这一匕首刺出 敌人非得放手拖了金鞭 而闪避那匕首不可 哪知道郭靖竟连匕首 也一并要夺去 就在这时 法王的同轮和萧香子的短棒 已经同时公道 郭靖那一扯金鞭不下 他大喝了一声 一股刚气 从金鞭上传了过去 尹克西的胸口 就像是被大铁锤重重一击 眼前是金星乱舞 哗的一声 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郭靖已经放手脱了金鞭 回首招架 尹克西自知受伤不轻 他慢慢的退开了 在地上是盘膝而坐 气韵丹田 忍住鲜血 不再喷出来 法王和萧香子尼摩兴 见郭靖一上手 便把尹克西打伤 都是一洗一拒 洗的是少了一个人 抢那蒙古第一勇士的头衔 拒的是郭靖竟然如此厉害 只怕自己也折在他手里 当下三人便不敢冒进 是严守了门户 那么郭靖和杨过 能不能逃离这重重的包围 就算是有机会脱困 那么杨过会不会从中作梗 想要以报复仇呢 咱们下回书 再接着说 为救武士兄弟 郭靖和杨过来到了蒙古军营之中 这时一个千人队和法王等人 将这二人是团团围住 郭靖一上手 先打伤了尹克西 然后是见招拆招 便细细观察萧香子和尼摩兴的 两件奇特的兵人 萧香子那枯桑棒 显然是以金刚打救 但除了沉重兼实之外 一时之间也看不出有什么益处 尼摩兴的蛇型兵器却很是古怪 活脱脱的一条头成三角形的毒蛇 蛇身柔软曲折 是由无数细小的铁球相成 蛇头蛇尾均锐锐尖刺 最厉害的是琢磨不定 那蛇身何时弯曲 蛇头蛇尾指向何方 但见那铁蛇短边 在尼摩兴手中是忽而上跃飞舞 忽而盘旋打滚 变幻无端 灵动万壮 郭靖当年见过欧阳风蛇杖的招数 蛇杖上的怪蛇乃是一条真蛇 加上剧毒无比 尼摩兴的蛇型兵刃 纵然是厉害 可也终究是死物 出招收招之际 均有规矩可循 因此他心中最忌惮的仍是金伦法王 四个人拆了数招 忽然听一人是胡吼连连 大踏步而至 身材魁梧其尾 就像是一座肉山一样 正是那马光左道了 他手挺一根又粗又长的熟铜棍 在尼摩兴身后 往郭靖的头顶砸了下去 四位高手激斗正憨 个人是严守门户 绝无半点空隙 郭靖的掌风 法王的金伦 萧香子的短棒 和尼摩兴的铁蛇 是来往交错 组成了一道力网 马光左这一棍砸了下去 给四个人合组成的力网 咱们一撞 虽然是无声无息 可那熟铜棍 却猛的反弹上来 他一觉着不对 大喝一声 力罐双臂 硬生生的把那熟铜棍呢 在半空中止住了 即便是这样 双手的虎口 也已经给震的是鲜血长流 他高声大叫 邪门 邪门 他手上加力 更尽刚劲 是猛击而下 法王跟他正面相对 撂他这一棍子击下来 到头吃苦更大 只是微微冷笑 杨过在一侧桥的明本 知道马光左屡历虽强 可武功 却连郭靖的议程也赶不上 出手只是一味的刚猛 若是与郭靖天下至刚至阳的 降龙十八掌正面相撞 那还哪有生路 就算是郭靖不下毒手 给法王尼摩星等的兵刃 扫上了一些 那也是非受伤不可 杨过喜欢这个浑人心地质朴 又曾数次的回护自己 眼见他这一棍击下 定然会遭殃 他在一旁大叫 马光左看见 君子剑出手 往他后心变刺 马光左一呆 他那铜棍呢 停在了半空 杨兄弟 你干什么跟我动手 你这浑人 在这瞎叫什么 快给我退回去 杨过是长剑颤动 连刺了竖剑 刺的那马光左是手忙脚乱 不住倒退 杨过长剑极刺 逼得马光左是一步步后退 马光左脚长步大 是一步足以抵得上常人的两步 退了十余步 已经跟郭靖离远了 他见眼前的剑光闪烁 权力抵御都是有所不及 更没光分去想 杨过为什么会突然对自己施展毒手 杨过又等他退了树步 收剑指地 他低声说道 马大哥 我救了你一命 你还不知道 啊 什么 你说话小声些 别让他们听见了 为什么 我不怕这郭靖 这两句话仍然是声音响亮 对他只不过是平常的语气 可是常人听来 却像是在叫喊一样 好好好 那你别说话 只听我说 马光左倒是听话 点了点头 那郭靖会是妖法 口中咒语一面 便能取人手机 你还是走得远远的好 马光左睁大了 同龄般的眼睛 将信将疑 杨过有心要救他性命 心知 若是说郭靖武功了得 他必不肯服输 但是若说他会使妖法 这个魂人多半会相信 又说道 你刚才一棍子打他的头 棍子没撞上什么 去反弹回来 这岂不是古怪 那个卖珠宝的胡人武功很厉害 怎么一上手 便给他打伤了 马光左信了七八成 又点点头 向法王和肖香子等人望了一眼 杨过猜到他心中想什么 那个大和尚会画符 他送给了僵尸鬼和那黑矮子 身上配了这符 便不怕妖法 大和尚没有给你 马光左愤愤的说 没有啊 是啊 这个贼徒不够朋友 也没给我 咱们回头再跟他算账 不错 那咱们怎么办 咱们袖手旁观 离得越远越好 哎哟 杨兄弟 你可真是好人 多亏你救我 他收起了熟铜棍 摇摇的望着郭靖等四人相斗 郭靖此时所施展的正是武林绝学 降龙十八掌 法王等三个人将其紧紧的围住 心想他内力就是再深厚 掌力如此凌厉 也必然难以持久 启智郭靖近二十年来是勤练九阴真经 最初的时候真力还不够显露 数十招之后 降龙十八掌的尽力是忽强忽弱忽吞忽吐 从至刚至阳之中 竟然生出了至柔至阴的妙用 这已经是洪七公当年所领悟不到的神功了 以此来抵挡三大高手的兵刃 非但是丝毫不落下风 而且是乘戏反扑 越斗越是挥洒自如 杨过在旁边观斗 是精佩无疑 他也曾在古墓中练过九阴真经 只是没人指点 不知那真经的神奇竟会如此 他以真经的功诀 在印证郭靖的长法 顿时又悟到了不少极深奥的权力 他心中默默的记忆 一时望了身上负责的血海深仇 利益要将郭靖置于死地 金伦法王的武功 跟郭靖本来是在伯仲之间 郭靖虽然是屡得其欲 但是法王毕竟比他大了二十岁的年纪 也多了二十年的功力 二人若是单打独斗 非到千招之外是难分胜败 再加上萧香子和尼摩星 两个一流的好手相助 法王本来是不难取胜 只是郭靖的降龙十八掌 威力实在太强 加上他在掌法之中 杂以全真教天罡北斗镇的阵法 身形是穿插来去 一个人竟是化身为七个人一样 又因为他一上来便将尹克西打伤了 这一下先生夺人 敌对的三个人呢 是先求自保 也不敢放手攻击 所以虽然是一敌三 也只打了个平手 又拆了数十招 法王的金轮开始渐渐的显出了威力 尼摩星的铁蛇也是攻势剑胜 郭靖暗杆的焦躁 如此缠斗下去 我终究会敌不住的 顾尔和那个大个儿斗到了那边 那个大个儿武功平平 这一会儿应该已经把他料理了 必须得尽快跟孤儿会合 共谋脱身之策 四个人是全力拼搏 目光不敢有稍息的旁固 杨过跟马光佐在十余杖之外关斗 郭靖四个人均是无暇顾及 忽然听见怪笑一声 萧香子双脚僵直 一窜数尺从半空中 把那枯桑棒点了下来 郭靖侧身避过 突然眼前一暗 枯桑棒的棒端 喷出了一股黑烟 鼻子中顿时闻到了一股腥臭之气 头脑微微一晕 他按叫不好 知道那棒中藏有毒物 他连忙拔步倒退 萧香子双郭靖明明是已经闻到了 自己棒中的剧毒 可竟然没晕倒 也不禁大感奇怪 他按想 便是狮狐猛兽 遇到了我棒中的蝉杖毒沙 也得晕倒 他居然是若无其事 这可奇怪 当下他第二次又窜起 灰毒沙棒 凌空点落 当年萧香子在湖南的荒山中练功 曾经见到过一只蝉杵 躲在破棺材后 口喷毒沙 把一条大蟒蛇给毒倒了 他心有所悟 于是捕捉蝉杵 取其毒液 炼制而成毒沙 藏于枯桑棒中 在棒尾呢 装有鸡壳 手指一按 那毒沙便击喷而出 发射的时候纵月篡高 毒沙的威力更增 这毒沙棒 在遇到巨蛇猛兽的时候 曾经用过 当者利晕 哪知道 郭靖内力身后 竟然能强抗剧毒 法王和尼摩星 便在郭靖之策 虽然不是首当其冲 但是闻得少些 已经是胸口凡恶欲偶 连忙篡越远壁 萧香子鼻子中 早已经塞有解药 在黑气中 是直穿而前 挥棒追击 郭靖一掌 剑龙在田 往他僵直的膝盖上 打过去 萧香子是收棒格挡 还来不及发毒 身子已经被掌力 推得飘开了无耻 郭靖斜过身子 却见尼摩星的铁蛇 递进身了 当下一掌 乾隆勿用 打了出去 那尼摩星急忙横过铁蛇 右手握住蛇尾 左手直住蛇头 当胸一挡 哪知郭靖这一掌之力 却是在出掌之处的四周 掌心虽然对准他胸口 可是他胸口竟然毫没受力 尼摩星一挡挡了个空 情之不妙 面门和小腹 却已感受到掌力 总算他身子矮小 行动敏捷 他急忙往地上一扑 随即几个小根的翻出去 就像一个大皮球一样 滚开了 郭靖见有戏可乘 急忙叫道 滚 咱们去吧 向空旷之处跃开树步 金轮法王见他拖出了包围 他飞窜赶过来 郭靖身后 跟蒙古的兵将相聚 已经不过数丈了 十余只长矛指向了他背心 郭靖双臂一振 架开长矛 反手抓住两名军士 向法王投过去 急着 法王如果伸手去接 这么一延缓 势必给郭靖走得更远 他当即侧过肩膀一撞 两名军士飞出了仗鱼 金轮是猛王 郭靖的背上砸去 郭靖情之只要还一招 便立时会被他缠住 竖招一过 尼摩星和萧香子又会跟着弓上 那时候再想脱身 又得大飞周章 他当即夺下了两只长矛 向后边刺出 脚下竟是没有停留片刻 背上就像是长了眼睛一样 一毛刺向了法王的右肩 一毛刺向他胸口 准头尽力 绝无分毫检色 法王是暗暗喝彩 他金轮横砸 两声 两只长矛极断 再看郭靖 却已经钻入了蒙古军军阵之中 蒙古军奉忽必烈将领 在帐外排的是秘密层层 勿要生擒郭靖 这时候 却被他抢入阵来 重兵将士擒他不得 伤他不能 只听得刀枪碰撞 呵斥叫嚷 反而是阻住了法王等三人的追击 郭靖藏身在军马之中 犹如进入密林 反而比矿地上更容易脱身 他几个起伏 已经奔到了一名百夫长的马前 伸手把他拉下马来 随即自个儿跃上了马背 在重军之中是东冲西突 陡然间已经绕出了阵后 放马击奔 他口中一个长哨 自己那匹汉血宝马站在远处 听见主人招呼 像风一般急驰过来 阳过远远的瞧见 见得汉血宝马急驰而前 奔向了郭靖 他心里边暗叫 不妙 心想郭靖只要一骑上那宝马 便是众多人等再也追不上的 他情急之下猛人大叫 哎哟 哎呀 疼死我了 摇摇晃晃的像要摔倒 随即第一声向马光左说 别说话 快走开 越远越好 他那一声大叫 是运了丹田之气 虽然在众军杂乱之中 郭靖必然能听见 料想他听见之后 一定会来救自己 马光左若是在旁边 说不定会给他一掌送了性命 马光左倒是很听阳过的话 虽然不明白他什么用意 还是撒开了长腿 向王丈狂奔 郭靖听见阳过的叫声 果然大势忧急 他不等那匹红马奔到 立刻又转回码头 又重新冲入阵中 向杨过站立之处迟过来 法王念头一转 已经明白杨过的用意 让郭靖在身旁掠过 不加阻拦 却回身挡住了退路 郭靖奔到了杨过身边 过儿 怎么了 杨过假意的摇晃了一下身子 那大汉不是我敌手 可不是怎么我一运真力 一股气走腻了 担天中痛如刀脚 他这番谎话还真没什么破绽 马光左武功平常 只出手砸了一棍 郭靖已然看出武功一般 杨过若是说被马光左打伤了 不免会令他生疑 说运力出了岔子 外表上是绝瞧不出来的 何况前一晚上 郭靖误认为杨过练功走火 此时激斗之下 旧伤复发 也是极平常的事 郭靖眼见他左手按着小腹 额上全是大汉 伤势还真不轻 你扶在我背上 我背你出去 杨过假意说道 郭拜拜 你快走 小侄儿性命无足轻重 你却是襄阳的干城 何俊的军民都指望着你呢 你为我而来 我岂能批你而不顾 快扶上来 杨过还在迟疑 郭靖已经双腿蹲下 把他拉着扶到了自己背上 就在此时 抢来的那匹马 却已经接连重箭 长生哀鸣 倒闭在地上 郭靖一生经历过无数的凶险 情势越危急 越是会鼓足勇气 沉着应付 郭儿 别怕 咱们定会冲杀出去 他长身站起 静往北冲 此时法王 尼摩星和萧香子 又已经攻到了身前 郭靖眼瞧这四周 是军马云集 比刚才围得更加紧了 王仗前的大旗之下 忽必烈 正手持久晚 跟一个和尚 站着指指点点的观战 显然是胜算在握 神情极是得意 郭靖大喝一声 背着杨过 向忽必烈扑过去 指三四个起伏 已经窜到了他身前 左右护卫的亲兵大惊 十余人挺着长矛大刀 扑上前去阻拦 郭靖是掌风虎虎 当者披靡 一名亲兵被他掌力扫的向外跌开 只要再抢前竖步 掌力便可以够到忽必烈的身上 重金兵是舍命来挡 可又怎么能够敌得住 郭靖的神勇呢 法王眼见危急 金轮嗖的一声飞出去 往郭靖头顶砸去 郭靖低头让过 脚下去丝毫不停 杨过在后边心想 倘若是他拿住了忽必烈 蒙古人投鼠忌器 势必会放他脱身 我再不下手更待何时 他稍微一迟疑 可终究还是问了一句 郭伯伯 我爹爹当真是最大恶极 你非得杀他不可吗 郭靖一愣 这时候还哪有时间细想 顺口说道 他任贼作父 叛国害民 人人得而诛之 好 杨过再没有半点迟疑 他提起君子剑 对准郭靖的后镜子 便插了下去 突然间眼前白影闪动 一棒回来 把他的长剑给荡开了 杨过顺手牵引 引开了对方的棒力 才看清楚这一棒 正是萧香子所发 杨过心下诧异 我正要刺杀这郭靖 为何你反而阻挡呢 但随即醒悟 对呀 郭靖要是死在我的剑下 那蒙古第一勇士之号 便要归我了 这个僵尸哪知道 我是为父报仇 这区区的世间虚名 我岂放在心上 他急出了数剑 把萧香子的枯丧棒逼开 回剑又向郭靖的背心刺路 萧香子仍是跟上 一棒把剑挡开 这时郭靖正在以掌力 和法王的金轮 尼摩星的铁蛇周旋 哪知道杨过在自己背后捣鬼 还以为他正在奋力 跟萧香子相斗 小心他棒中放毒 法王和尼摩星 站在郭靖对面 却瞧得明明白白 眼见着杨过已经可以得手了 却两次被萧香子挡开 齐声喝道 萧香子 你干什么 萧香子音测测的一笑 挥棒 击向了郭靖 郭靖侧身躲避 杨过第三次再要下毒手 萧香子又伸棒 架开了他长剑 郭靖挂念着杨过身上有伤 怕他挡不住枯桑棒 他回过左掌 往萧香子胸口拍落 萧香子急忙跃开了树步 此时杨过再也没人阻挡 他挥一剑 又往郭靖的镜中刺落 哪知道萧香子生怕杨过得手 他一退即进 枯桑棒急往杨过的后心点去 要他不得不先就自身 郭靖的右掌 正和金轮法王各以上成的内力相拼 却发现自己和杨过同时遇险 他不就自己先护着杨过 左掌神龙百尾 砰的一声 击中了那短棒 指阵的萧香子是全身发烧 一张白森森的脸 顿时变得通红 就在此时 尼莫星是着地滚进 铁舌上挺 舌头已经触到了郭靖的左肋 郭靖全身的内力 有七成正在对付金轮法王 三成震开了萧香子的短棒 已是全无余力在抵御这铁舌了 危机之中 他的左肋忽然间向后缩了半尺 总算是避开了第一招最厉害的锋芒 可那铁舌的舌头 还是刺入了郭靖 泪中数寸 不知这一回郭靖是死是活 是否能够脱得这困恶 咱们下回书 再接着说